我们都一样 第七穿插脸如实 第七真插脸如实 和你我一样 他真年轻 他们真年轻 一次开枪 害怕了吧 不怕 赞兰兴个麦克鬼子 我都不怕 男生心里可能都有个英雄梦 对于万里来说 他去当兵的第一点是 他想去做英雄 第一次经历福桥炸弹 第一次有战友牺牲 然后到俞从龙牺牲 到雷爹牺牲 到二哥牺牲 到最后面一个人 单枪匹马地去组基因 其实并没有过多久 其实只是入朝之后 这一段时间 他就成为狗狗的战士 我想申请加入一盘 给你们一块冲锋 幻灵 幻灵 你说我现在是你 合格的战士吧 你是好样的 西连还在 作为一名演员 也是一个文娱工作者嘛 负责传播文化 我觉得这是值得去付出努力 和时间去传播的一件事情 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我们志愿军的形象 和志愿军的故事 一直拍是因为一直有 不熟悉他的人在出生 就是哪怕有一个人 因为这段这部戏 他看了他去了解了 这个抗美援朝的故事 就值得 战斗还没结束 我戒指跟他们比划 我拍完最直接的感受就是 很多纠结的事情不纠结 很多看不开的事情 也慢慢就看开了 就觉得在现在的社会里 遇到的各种困难 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跟在雪山中挨着饿 提心吊胆 然后面对压力这么大的敌人 其实都不算问题了 我觉得这是学习这段历史 包括学习很多历史 给我们的这个帮助 是这方面最大吧 看到问题的眼光不一样了 你的想法也会随之改变 我演的这几个角色 我都挺喜欢的 就是因为是 他会给我带来新鲜感 不一样的东西 特别是有一些 属性比较强的角色 运动员 还有部队 这些他属性比较强的 我需要去接触一些新的东西 需要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的时候 我会对这类的角色比较感兴趣 就是我可以尝试新的东西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开车 觉得更像是刚刚挂了一档 然后再推到二档 再还在加油的一个过程 一档就是你刚刚松了离合 然后给了油 但是只能开到十几码二十码的时候 挂二档就是意思你继续给油 刚起完步 然后再给油的过程 再继续加速的一个过程 我认真去演了 然后尽力去诠释了 拍出更多让大家拍手较好的作品 与我而言我就够了 感谢观看